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木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前十二局黑棋第一部都是新位 这一次他选择了小木 对角布局 对角布局在这个阿尔法维棋的实战对局里面 也是出现的比较少 之后呢 大飞手脚 他并没有选择挂 而是大飞 手脚的话 阿尔法狗比较喜欢大飞或者是二肩跳 他不太喜欢五油脚 白棋也是一大飞 黑棋再来一个 这三个脚一手 直接就避免了脚上有什么定势之类的东西 三个大飞手脚 最后白棋呢 小飞 白棋新位小飞手脚 在阿尔法的对局当中 好像在拆边这一类的 拆边这一类的下方 他似乎更倾向于小飞 如果这边是白子的话 他也喜欢小飞 这边 拆边的话 黑棋挂过来更容易走一些 小飞手脚 这盘他没有去减充 而是挂 对方小飞了 他依然慢一步 还是这样挂过来 而不是 我们通常的感觉这种棋 是有点左右同心的味道 如果这样的话 就彻底左右同心 这个也有点左右同心的味道 那么走中间 一起占据中心点 应该是个不错的悬点 但是阿尔法口它不是这样 它就挂过来 那么现在显然下边是焦点 白棋现在可以考虑的下方 比方说尖底 之后在这一代加工 这是一种可以考虑的下方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一代各种悬点的架工 可以考虑的点呢 比如说高架 二间低价 二间低价这一类的 实战白棋选择了三间低价 并没有去尖顶 不知道 阿尔法判断 尖顶丸再加工 这个胜率 它以胜率为依据作为判断 尖顶丸加工的胜率和单加工的胜率 是不是单加工要高一些呢 阿尔法口判断这个胜率 它是以海量的人类高手的棋谱 和它自战对局的 按我们的说法应该叫对局经验 自战的对局经验 以这个为依据 它来判断走每一步棋 它大概能有多大的获胜的可能性 黑棋走的是飞进去 那么白棋既然不坚顶这一下 黑棋飞进去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思路 白的剑 这时候小剑还是很大 现在被黑棋尖角的话 黑棋彻底活了 白棋这两个字还没活 所以事关根据地 白棋当然要尖住 黑棋拆一 黑的拆一这一块 基本上是获得安定 黑棋是活形 普通的感觉白棋 普通的下方 白的拆二 这样就是很平稳的一局 可能会进入到一个 比平关子的这种 平稳的扑扑地板 比关子的局面 下一步棋 下到这都很平淡 下一步白棋 黑棋比较有意思了 他不是这样拆二 白棋觉得拆二呢 有点松缓 不够近 他拆三 一般的常识是立二拆三 这个拆三呢 很明显这地方是有打入的 但白棋就这么拆 明摆着告诉你 我不怕打入 那么黑棋如果来打入 究竟会怎么样呢 黑棋如果打入究竟会怎样 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白棋可以考虑的悬点 大致上 比方说这里拖 或者呢 脚上拖 腾挪 或者呢 这一带靠段 靠段 这一类的手法 这是可能 白棋比较有可能下出的应对之侧 比方说白棋靠段 黑的如果 段向一方长 立一个的话呢 白棋就简单长 这局部 黑棋如果立着吃 那么白棋挡了之后 这两部收棋是先手 这两个收棋都是先手 白棋在肩 进攻黑棋这个子 黑的如果吃这个的话 白棋先手打吃一下 虽然它冲不下去 但是呢 这虎 也可以考虑前队 或者呢 打 再打 这就等于把黑棋压 压缩在低位 所以白棋靠段 可能也是一种 对付这个打入的一种手段 那么黑棋如果翻吃 白棋长 黑棋接住的话呢 就是转换 白的打下去 双方都互有损失 然后白棋也许在这一带拆 形成一种转换 嗯 那么 当然黑棋 在真子有力的情况下 黑棋还可以接上 真子不力接上的话 被一段打再一挡 黑棋就不行了 真子有力 黑棋可以接上 嗯 嗯 那么目前这个状况 黑棋真子是 有力的 黑棋真子是有力的 但是白棋 会不会在这个 靠段之前 在这一带 引个真之类的 这个就 不好预测 嗯 白棋究竟打算怎么下 这个 最准确的答案 只有 阿发狗他自己 就是我们 我们判断 白棋 下一步 有可能 这么 靠段 腾挪 而这边呢 他也有拖 拖完了之后 他什么 断打吃 都是有先手味道的 所以在脚上 白棋也是有 有一些 有活动余地 比如说我们把它看成 拐打式先手的话 黑棋不硬的话 白棋这里挤打 再包进去 黑的这个打入 意义不大 黑棋如果硬的话 白棋拖到脚上来 保留这些先手 拖到脚上来 会不会也有 这样的可能性 总之这里变化 还是挺多的 但是呢 黑棋没有打入这个 白棋拆三 黑棋就这么放着了 并没有去打入 也就是说这地方 黑白双方 黑白双方的阿法狗 都觉得 白棋是可以拆三 黑棋打入呢 未必占得到便宜 这地方究竟打入之后 会形成什么样的变化 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黑棋拆大厂 拆在这 不给白棋留下拆二的余地 他拆在这个位置 我们普通的感觉呢 现在要么白棋 补一个 把自己补成一个坚实的好形 要么拆拆这一带的大厂 这边普通这样拆一下 慢慢下 大家站在大厂 不过 白棋下一步下的就很紧凑 点刺 很紧凑 白棋这么薄的拆三 黑棋没有去打入它 黑棋坚实的这个拆一加小飞 白棋反而要来 要来弄你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黑棋如果沾 那么白棋可能飞一飞之类 刺到一下总便宜的 白棋借着压迫黑棋这块 自己就走好了 这打入就越来越 白棋越来越不怕 或者白棋从脚上来 不让你 不让你这个有足够的眼位 黑的如果要往外逃的话 白棋顺势走一走 也把这个打入也补掉了 总之黑棋沾上的话 白棋刺一下 总是便宜的 而黑棋如果是往这边贴的话 第一个是往这边贴出来 因为黑的如果往这边贴的话 白棋这很强 贴出来觉得意义不大 但如果往这贴 黑棋可能比较担心白棋尖 这黑的不能挡 挡的话 白棋这里冲 黑的不能冲出去 冲出去被立 挡的话 这一段再一爬过 黑的不行 这一段 黑棋接上白棋爬过 黑的不行 黑棋最强打在这 打在这也 也有很大的问题 应该是这个 白棋哪怕就这么爬过 黑棋也就剩下一个假眼 白的再推一推 或者是沾上 两个断点一个假眼 黑棋 也是不怎么样 这形状 那么贴 白棋尖顶 黑棋如果打 白棋冲 黑棋再挡的话 被白棋打成这样 这是黑棋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二路小剑 好了 二路小剑完了之后 黑棋这块还没活 白的随意的弓一弓 自己已经齐心走得很完整 黑棋爬一通二路 还没活 一块 枯起 这绝对不能忍受 那么也就是说 黑棋不能打 尖顶的时候黑棋不能打 大致要冲出去 把白棋竖下来 吃掉这颗子的话 黑棋这块还没活 嗯 如果你补一个 白棋再挑一挑 黑的虽然吃掉一个子 但是 也毕竟还是没有进货 白棋实地上已经有收获 那么 黑棋可能 顾忌白棋尖顶 所以没有往这里贴 而又不肯粘上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贴这个 贴这个 白棋 往这边压过来 黑的这种棋不能随便顶 如果顶白棋挡住 这么走的话呢 白棋可以连斑 黑的不能吃 吃的话被白棋冲下来 黑棋崩溃 只能粘上 那黑棋这几部棋毫无疑问 是帮白棋走后 帮白棋补毛病 这是下棋的大忌 帮对方走棋 所以单粘上 单粘是必然的 普通的感觉呢 白棋应该是顶这个 那么黑棋可能会爬 黑棋这一爬 活干净 基本上已经活干净 还带着脚上的木树 这样是普通的想法 实战白棋的选择很有意思 白棋挡在这里 挡在这里 脚上的木树 和这个 这两块棋的厚薄 都有关系 先把木拿到了 看你这块怎么走 那么黑棋如果搬的话 白棋断 这个黑棋不太好搬 这个紫和这一块都没活 所以黑的当然是顶 白的如果挡呢 黑的就这么搬一搬 爬一爬 黑棋已经活了 白棋这一层皮 白棋这一层皮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搞得不好 黑棋将来出头之后还要去反攻它 这白棋没意思 所以白棋长 白棋挡就是想借着黑棋的力 把这边自己自然的走好 把这个打入稍微补一补 冲的时候这个当然也不能挡 这挡背一段 棋太紧 棋型不好 棋太紧 再这么强行走的话 黑的可能贴一贴 然后打入这个 所以在场 黑棋当然冲出来 好 黑棋冲出来之后白棋脱线了 这地方很有意思 白棋先动手进攻 走成这样 白棋认为 已经先手便宜了 白棋得到的是这一档 这一档肯定价值 木数价值在十目以上 而且呢 这块厚了 然后这两部长了一下 缓和了这个打入的问题 而黑棋这块呢 彻底下厚了 也算是 就是说双方各有所得吧 双方各有所得 白棋这两个子跟 我们这样看 白棋这两个子跟黑棋交换 白棋毕竟还是蛮损的 但黑棋这个本身这个棋型的肯定是很重复 下出这么个有意思的棋型 黑棋冲出来 接下来白棋下一步 没有选择在这一带拆大厂 而是直接打入 直接打进去 黑棋呢正 这正是一个正常的 正头是大致上正常的选择 现在黑棋如果是什么阻度的话 这也很难攻到白棋 明显是谁攻谁还说不清 黑棋正头 这样如果白棋就这么溜过的话 黑棋就看清上边又去走 占其他的大厂好 白棋呢拆一 拆个一 下一步他要出来 这一出来黑棋这两个也 还是估棋 黑棋这么飞 飞兆 白棋现在要强行出头呢 不是不可以 但是这个手法 必须得使出这种俗手 这个实在是有点 这边损失太大 啊 把黑棋这脚状的这么结实 这么厚 你又不可能把这两个子 就这么杀掉 所以白棋 现在出头的手法太俗 嗯 嗯 而现在如果这么溜过的话 这边的大厂 黑棋先站 他实战白棋既没有这么靠出来 又没有现在去 现在马上去度过 而是 逼在这个地方 逼在这里 白棋在自己还没走好的时候 逼在这儿 要求这个黑棋补一个 他说黑棋这个脚薄 这也是相当凶悍的下法 黑的脚上呢 确实是有 确实是有薄位 比如说黑的现在来 跳 要杀白棋 那白棋 可能会靠进去 这一靠是黑棋脚上的一个弱点 你如果搬的话 白棋长 黑棋接上呢 不用说白棋一搬过 白的活了 还把你脚地给破了 黑的如果接这个 白棋也是搬 你不让它度过的话 甚至可以不活脚 直接就把黑棋给充断 这个脚上对杀呢 黑棋最大限度也只能做个打 做一个这个 打结啊 白棋打的话黑棋做结 那么白棋就 做成双活 应该 白棋也是可以满意的 这样走白棋挡两下之后 是双活 双活等于黑棋脚地已经被破掉了 白棋在这边一拆 这个 下成这样的话呢 白棋虽然这两个死了 但是破了黑棋的脚 等于实力上的损失已经弥补了 而这边拆了大场 这个白棋 所以 应该可以满意 应该可以满意 黑棋全衡了一下利弊 黑的认为 这补一个才是胜率比较高的找法 厚实的补了一手 补一手确实也是很沉稳 下一步呢 黑棋这边加工也是非常大的 你如果走这边 我再来供你这两个 那就不一样 白棋就没有转身的余地了 好但白棋呢 把这两个视作先手便宜 它尖点 黑的如果简单挡 那白棋就活得很舒服 虎回去 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白的还是挺满意 上边的木树全部拿到 这个 这个打入应该说获得了成功 好 那么这时候黑棋不干了 黑棋这时候亮了一招 靠 靠在这儿 问白棋应手 白的如果下边搬 那黑棋可能会搬下去 如果白棋就 就老老实实沾上 黑棋再打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白棋再虎的话 黑棋退 白的再爬呢 黑的顶住 它就不让你度过 这个木树上来说 白棋不能度过 那得去补活 这木树上相差不少 或者黑棋有没有甚至再 再进一步纠缠这种下法 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那么白棋实战 实战没有往这搬 而是长 要照顾这一块 黑的这时候如果挡呢 白棋虎过去 这靠一下 作用并不是很明显 黑的长白棋爬过 这靠一下 黑棋的便宜 看不出有多少实质性的便宜 那黑棋继续纠缠 斑 白的如果断的话 黑棋可能会 黑棋可能会压 或者是打掉再压 我也可知 打掉再压 这冲下来非常厉害 冲下来再一虎 这个子被割 割掉的话 白棋损失是挺惨重的 而白的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黑棋先手扳 再挡住 那么这个绝对黑棋满意 这里打持这个先手 白棋已经度不过 虎的时候黑棋腿白的度不过 那黑棋的目的达到了 所以这一靠 然后再一扳 这也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这种纠缠的手段 白棋还是以这块为重 管一个黑的一长 把白棋的脚地给破掉 白的那扳 白棋也有收获 把这个子扳死 但从实地上来说呢 黑棋有所得 黑棋比简单的 挡一个被白棋虎过去 那等于把 这脚上实地差别比较大 这时候黑棋如果 这么走呢 他觉得也没太大意思 走了半天也还是没虎 所以黑棋 虎在脚上 拿住脚上的眼位 白的小剑 黑的脱鲜了 这个地方是特别大的 在这再纠缠 如果拐 再纠缠 白棋大致也还会硬 吃掉这个或者是斑 就斑吧 黑的也很难走出什么东西 走了这几个也都是单关 继续走的话 好像还越走 越走 控损的越多的感觉 亏了一堆木树 走了一堆单关 没什么意思 所以黑棋先把这个超级大厂给抢 这一加工 黑棋这里特别厚 白棋要逃的话 很被动 博士说逃不掉 但是很被动 要跑很多单关 将来 黑棋哪怕就简单拆拆二 白棋还是没走好 将来还得单关逃跑 白棋暂时也没走 白棋说你要吃就吃 这里也吃了也就十几目 他就不逃了 然后飞照 局部来讲 这部棋有先手味道 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先手 因为黑棋不走的话 局部是没活的 白棋可以 白棋可以这么点上 点 黑棋如果挡 白棋再坚顶 如果单坚顶的话 黑棋虎在这儿是火棋的要点 白棋点完再坚顶 局部黑棋 局部黑棋活不了 搬的话被一立 这要搬过 搬过和挡这个破眼 必得其一 加的话白棋利 利的话白棋先挡一下再挤 这里是直三 不是双活 直三 当然黑棋也不会挡下去 黑的这儿还残留一些别的味道 比方说拖啊 病啊 从外边走出来的味道 局部是没活 但是白棋点进去一招呢 也杀的不干净 是这样一种状态 一般的感觉呢 这么大一个角 总不能被点刹 黑的还是得补一个的 但是黑棋 它就是拖鲜了 这地方黑棋没补 就是拖鲜了 靠 靠 靠在这儿 白的如果这么走 黑棋是很欢迎的 如果白棋这样走的话 黑棋把实地线手拿到了 白棋这走两个字 黑棋这边拒后 白棋在黑棋后尸上走两个字 没什么用处 如果扳的话 黑棋就退一退 上边扳一扳 这形成一个外势中复有潜力 白棋这时候使出了最强反击 加在这儿 加一个是对这个靠的最强反击手段 如果黑棋往下立的话 白棋上打 那黑棋就被压到二路去 总是不太舒服 那黑的如果 黑的长 黑棋实战就是长 白棋度过 那么黑棋如果断 现在来吃 可以打上来吃白棋这个脚 但是呢 代价也是蛮大的 现在黑棋这样下 把白棋这个脚吃掉 并不见得便宜 这一代被白棋出来 摆得这么厚 本来这个子被家都不太好逃 现在逃出来是反而要杀黑棋这个子 现在吃脚暂时黑棋 不见便宜 以后呢 根据情况白棋也许也可以选择沾上 黑棋一看 现在断也没什么好处 所以呢 暂时脱线 打入 打入 这地方 黑棋打入的时候 白棋竟然是脱线了 他把这个给补 这一补呢 强调黑棋 这两个子跟白棋这两个交换 黑棋肯定是亏损 至于这边怎么样呢 白棋表示反正你不能一 你不可能一手棋把我吃光 好 在这 我们看上去好像这地方 非常急迫 非常重要的地方 他竟然脱线了 再回过头 脱线呢 还真的也是一个办法 那么黑棋当然要尖出来进攻白棋 这棋心如果跳的话 留着挖脱过之类的 尖的话可以阻度 所以黑棋当然是尖 之后呢 白棋 靠 黑棋当然要半 白棋一段 靠段 继续跟黑棋纠缠 这棋好 又进入一种复杂的 这种脚步缠斗的状态 嗯 这盘棋下到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从右下脚 白棋进攻黑棋的手法 和这个 左上脚 左上脚 白棋肩顶要求度过的时候 黑棋使出脚上一靠 这种种的手段 我们可以看出来 阿尔法围棋下棋是针锋相对 这个咬的特别紧 确实是高手风范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左下脚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 白棋一扭断 白棋扭断之后 黑棋立这个 应该是正常的应手 如果黑棋现在这样打的话呢 白棋藏出来 街上被白棋穿下去 在现在这个局面 黑棋肯定是不肯的 等会再被压一下 非常难受 打了虫之后 还被压一下 黑棋只能沾 那么现在这边这么宽广 被白棋一拆 黑棋是不乐意的 黑的如果沾的话呢 白棋就这样打一下 真紫的话 现在依然是黑棋有力 不过那白棋拐打的时候 黑棋就不能沾 只能吃回去 被白棋提一颗子 或者白棋还有可能这样打 你要吃两个子的话 我把这个封住 这种可能性 是不是也是存在呢 总之黑棋 这样下不太满意 单利应该是本手 单利是本手 那么白棋单退 黑棋如果单 如果黑棋单利的话 白棋退 黑的利的话 白棋挡完这两下收先手 它再靠出去 这样的话黑棋脚地有点小 而且被靠了之后 如果硬的话 这边会被照过来 跟着硬这边会被震过来 走这个的话 被扳下去也不太舒服 黑棋现在选择的下法是 这样打尺 这样打尺之后再沾上 如果白棋现在再退的话 黑棋挡这个 这打到一下不太一样 它这留着 留着什么 度过的味道 好 所以白棋抠吃 黑的包打 然后再包住 包打完了再包住 这时候白棋如果开截呢 找不到恰当的截裁 如果二路虎的话 这样屈辱的二路爬虎 这个显然白棋不能满意 等你这边爬虎了 这边被黑棋全罩死了 这白棋不行 所以白棋暂时没有在这里动 而是拖 这盘棋确实在每一个角 每一个角上 双方都有很精彩的表现 我们只能说这大飞脚 可能实在是变化丰富 拖在这儿 拖的意图是要制造劫材 黑棋在这边补一手呢 也补的 不是特别干净 提完还得再提才干净 如果沾的话 白棋还有虎这个的味道 如果走在这里呢 将来这个白棋有断打完冲出来的 黑棋也有缺陷 一手补不干净 那要补两手的话就太慢 这肯定得硬 如果你补一个白棋扳过 你还得再补一个 那边黑棋都不成样子 很厚的角就转为姑且 拖一个制造劫材 黑棋立 白棋再靠 这地方应该怎么去制造劫材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白棋是这样靠 黑的斑 因为黑棋对这个有所顾忌 所以搬一个退让一下 白棋往前冲 黑的 黑棋沾上 黑棋走得很结实 白棋再冲 如果这地方 黑棋一手就能补尽 白棋这些招法 可能不怎么样 但是一手补不干净 白棋就跟黑棋拼命纠缠 来着制造劫材 黑棋终于按捺不住了 这好像也没什么退路 按捺不住的冲回来 好 沾上 这个局部白棋这样走一圈 肯定是没什么便宜 但是呢 它造出了一个很有力的杰材 现在白棋可以开了 开 然后再冲 黑的如果挡的话 白棋断再打吃 这都还是杰材 那么当被白棋回提的时候 黑棋显然找不到那么多合适的杰材 如果被打回去 白棋一手吃掉 这个黑棋损失惨重 所以在白棋冲的时候 黑棋也只能提 只能提掉白的杜 把黑棋这块给断进去 黑棋飞罩 白棋能冲断 对于这种棋 白棋不是什么爬了脱过 寻求逃跑 而是冲断 注意这个地方 冲断主动弃子 冲断完粘在外边 黑棋退 白棋那一小尖 先延长气 把气尝出来 这地方多被吃一个不要紧 小尖一个让黑棋多说点气 黑的如果走这个被白的一打 那黑的不行 死掉了 所以黑的只能断打 逼黑棋断打 然后白棋再虎到这 多了这个虎的话 黑棋这五个字 基本上是凉了 现在在虎 这样能吃掉白棋三个 但是白棋外边一跳 继续要求你收气吃 白棋不是主动 这样去补一手去吃 它要求大吃 这收气都是先手 黑的敢逃 显然是不敢 白棋这一跳 那么黑的不能逃 先手打吃一下 接住 这也是很漂亮的一手 走这个就把这三个控制住 基本这三个不能逃 黑气太厚了 同时呢 远远的瞄着 我将来往中间进一进 白棋再吃 那几个字就小了 好那么白棋继续尖顶 尖顶要求黑棋去收气 白棋把它收紧 黑的觉得这地方不重要 好 这里还有大厂 黑的呛大厂 我们注意到脚上 黑棋始终是不愿意补 黑棋觉得这样的大厂的价值 都高于脚上 因为你一手吃不干净 那么白棋 那么白棋 中复掉进来 掉 如果黑的围 那么白棋等于自己扩张 把黑棋限制住 黑棋是 反正过来 正过来 进攻白棋这个字 搞不好走着走着就把自己给连上 白棋走得很紧凑 尖顶 黑的如果往外走 那白的恐怕就拽出来一块活了 比如说这样 等会跳一跳什么的 拽出来一块活掉 黑的还是得把这边护住 白棋一护 护完再长 好 这个子就处理好了 下一步如果分断黑棋的话 黑棋全被卷进去了 所以跳回是当然的一手 跳回来 把它护一下 黑棋刺一下 然后搬住 这三步能让白棋逃回去 刚才黑棋这里脱线了 白棋挤一个 吃住黑棋这一块 这个也是蛮大的 一看就知道20多目是绝对有的 刺一下 白棋沾上 黑棋通过进攻这个白子 差不多就连回去 这几个刚才的 可以说是死子 黑棋往回连回去 双方也是各有收获 这时候 点杀 终于到这个时候才轮到点杀 我们看上去是非常大的地方 竟然这战斗激烈到这个 已经很多很多步之后 终于白棋点杀这块了 那么为什么黑棋当初脱线呢 就是因为这地方即使死了 黑棋在外围还是有很多借用 黑棋现在小间 这一拖就渡过 白棋得尖底 补一个 把黑棋脚吃掉 那么将来黑棋再小间还是先手 而且呢 还有可能这一带靠段 让白棋受一点气 有各种的味道 所以黑棋这连续尖两下 我们看黑棋这里 控增长的也是不少 所以白棋吃掉这个 它虽然是一个巨大的脚 但是它要扣除黑棋这些 这些外围的利用 所以减去了外边黑棋的利用之后呢 也就不像是看上去那么大 把这里走厚一点 同时威胁白棋中腹这一块 来着打吃 立下 黑棋不能马上沾 马上沾被打吃尖顶死了 黑棋需要先扩大眼位 白棋定型呢 这又多了一个字 更厚一点 半 这黑的只能退 白棋这块需要加强 否则被黑棋尖了 攻过来 它是有危险的 但是呢 这样跳回去呢 这这步棋价值太低了 属于单纯的逃跑防守 它要往里进 到里边去坐眼 同时消掉黑棋这块空 这样的话 棋子的效率会更高一些 断 这个死子黑棋要用上 总要给白棋制造一点麻烦 白棋如果补在下面呢 先手虎打上边就厚了 有眼形了 白的不肯 要藏在这儿补 强调这边黑的还有点薄味 那么黑棋挖 这只能打吃 藏 这要叫吃 白棋虎一个 吃掉这个籽 吃掉这个籽 吃掉这个籽之后 黑棋就比较厚了 这一袋 没什么毛病 反而还给白棋留下一点味道 什么将来尝过来之类的 好 黑棋吃掉 黑棋把上边吃掉之后 白棋团一个 这里不走的话 被黑棋一路一打 这儿再一打 沾成这个样子 被黑棋尝过来 总是有说不清的 关子或者什么 总有问题等着白棋 团一个的话 能先手长气 黑的这总是要补的 要不然有断打 但是黑棋之前先尖一下 这个白棋必须沾上 它是补在这里 黑棋补毛病补在这儿 白的这打了长的话 它刚好飞过来飞死 飞照 照死白棋 那么紧这一气 它当然是有它的用意 紧这一气 这一长就显得很厉害了 你要走上边被打吃先手 跳下去或者靠下去 这显然有问题 走下边的话 尖顶 这一挖 黑棋逃出来 反倒把白棋两子吃了 这种气也是不成立的 这个 我们可以看成黑棋几千手 这一顶就出来了 反倒把白棋断开 所以接在这儿 接在这儿的意图是先手把这个 我们说不在这儿的话 它是一个后手 虽然这里有味道 但是没有棋 接在这儿 经过具体的计算之后 接一个 能抢到先手 掰得刺一下 因为这儿的棋 顶多不过是吃这两个子 这个价值比两子大 先刺 之后呢 打吃 跳 这反正没有断了 我跳一下 先手便宜一下 黑棋尖一下 这白的得逃出来 否则被罩进去是没有两个眼的 补上 黑棋补上 这时候呢 白棋也需要补 白的需要补 否则黑棋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手段 白棋补了之后 这块棋彻底补干净 没有什么别的味道 黑棋 黑棋现在在剑 刚才小尖的话 可能还 黑棋还担心 丧失了其他的一些利用的可能性 小剑 白棋团住 然后叫吃 白棋补上这个断点 接下来呢 黑棋搬头 搬头 好 从这部搬头可以看出来 这个 黑棋经过这个形式判断 黑的觉得空不够了 因为这样的搬头 当然看上去白棋蛮危险的 搬过来 白棋这块会不会死 看上去白棋很危险 但实际上这种搬头 对于黑棋来说 如果在优势的情况下 这样强攻的话 黑棋也是风险蛮大的 本身自己很薄 有各种断点不说 而且就这个方向来说 黑棋走的都是单关 在这黑棋每走一步棋都没什么价值 白棋走走反倒有可能什么把这两个子连上 在这做两木棋之类的 所以呢 所以实际上黑棋这时候是最后一搏了 把头搬过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白棋怎么处理这块枯起 搬 黑棋连搬 摆得长 黑的这时候很想把这个要点占一下 这要断 但是呢被白棋拐过来 这反黑棋 黑棋这个破眼的要点它来不及占 黑棋必须得把白棋先贴进去再说 搬这个 搬这个 很显然 你如果断 我这一贴 这已经打吃先手 这来一个眼了 这地方你如果要粘的话呢 这里我 断完 搬 黑的自己被卷进来搬死 黑棋实际是搬这个 黑的也不能这样走 这样走的话 就这个 这一段 一包吃 顶先手 也活了 所以黑棋这样搬 白棋贴 这有个断点 黑的呢必须沾上 这地方黑棋很痛苦 断一个呢是把白棋三个子吃到了 但是白棋打吃先手 这走到这个打吃先手 这块棋实际上 活起来就非常轻松了 黑棋呢站在这 强调不给白棋这里留眼位 黑棋做出要杀掉白棋的姿态 可能现在也没什么退路了 收空的话呢 收空黑棋应该是收不够 空不够 所以站在这里要强杀白棋 实际上从这部断开始 黑棋这一系列的下滑都已经是在强杀白棋 那么白棋这时候亮了一招 哇 这地方做眼如果单提的话呢 它黑棋极了的话 这单提只是一个后手眼 这挖打在冲 虽然有种种奇怪的味道 但是并不见得有棋 白棋挖一下 你如果要吃 那我先手提 这里已经做出先手眼来了 这是挤不进来 挤被吃接不归了 做出个先手眼来的话 白棋 白棋要活的话就 应该是 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把它挖一下 问你给不给这先手眼 黑棋拒绝 黑的说不给 好 白棋这时候一尝 这边要冲断 黑的呢打吃 黑的如果沾上的话 这边一冲再冲断 种种问题 不好补这地方 打吃 接住 尝 白棋当然要印在下面 靠一下 这白棋都得印 挑点 走了几个之后 关子上应该是小有便宜 黑棋将来一挤 白棋虎的话 黑棋搬一下 白棋叫吃 就是白棋空里 空稍微的缩小一点 然后一起沾上这个 既防你这里冲断 这里冲下来 你暂时防住 一起沾上 好 这地方如果计算不精准的话 走错一步棋被黑棋杀掉 也不是没有可能 白棋现在尝这个 挤一下 挤一下问问你印手 如果你印在下面 黑棋下边搬一个先手便宜之后 上边拐还有先手 白棋判断这时候 那几目棋已经不重要 它吃在上面 强调黑棋上边的薄位 你扳就让你度过 白棋判断 现在我的空 依然是 已经足够充足了 那么下一步被白棋虎过来 一是可能在下边坐眼 而虎过来了之后 这一充断 要断开黑棋 所以黑棋退一个 这时候呢 白棋 白棋我们可以看到 整块棋明确的眼位呢 这个提掉是一个后手眼 这地方黑棋冲这个是先手 所以白棋 从眼位上来说 看不出两个眼 但是黑棋外围呢 有点薄 各种断点 所以白棋现在开始冲击 黑棋外边的薄位 靠这个 靠是一个常用的这个 冲击这种小飞的棋型的手段 黑的当然不能冲 冲背一段 这边双打吃 这一冲就挡不住了 也只能扳住 白棋 在此之前 白棋已经先沾过了 沾过一下 黑棋挡住 沾是前所 这一打就有眼 而且可以打了扳这个 吃死黑棋 此前白棋沾过一下 好 好 白棋靠 黑棋搬住 好 好 白棋 白棋 最后一步 白棋沾住之后 黑棋就认输了 因为接下来 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这个计算就很简单了 黑棋接上的话 白棋冲 你要杀我只有打 我再一段 叫吃 这被沾上的话 白棋是 这是一个杖骨牛 黑棋提 那么白棋提掉 这地方是挤不进来的 所以白棋成功做出两个眼 黑棋 黑棋这个强杀呢 已失败告终 所以 当白棋沾到这的时候 黑棋就投资认输了 不是不叫投资认输 应该是叫停机认输了 这盘棋战斗还是非常精彩 在四个角上 都很值得回味 四个角上的这个战斗 这边白棋先逼一下 左边的黑棋弃子 以及白棋怎么制造劫财 这个 确实是相当精彩的一盘 好 那么这盘棋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